這個山茶花的是針對 你如果是極度 紅氧乾的人 你就是很適合洗這一款 因為它這一款它裡面都是用一些 像是台灣紅藜 那紅藜的話就是 它其實是有高含量的蛋白質 所以它可以幫你就是去 它的味道非常好聞 它就是山茶花的味道 那它用的山茶花有就是 裡面它有豐富的那個維生素 所以它會幫你去滋養你的頭皮 跟你的髮絲 所以會讓你的髮絲也會有光澤 你會比較有彈性 對 所以如果你頭皮非常乾荒的人 其實蠻適合推薦你這一款 乾荒然後又癢 然後就可以用這一個 而且因為山茶花裡面其實是有胺基酸 其實胺基酸對於像我就是那種細軟髮 我是那種頭髮很細 對 你是那種軟髮 應該是燙髮都很難燙捲的 對 然後就是很難塑型的 然後就很容易很像消脹 因為我頭髮就太細了 對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就是 它就是對於細軟髮在染燙上面造成的那一些損害 它也有修補的作用 它胺基酸的成分可以達到很好的修補 而且它pH是5.5 是最接近我們頭皮的酸鹼劑 對 所以其實它真的就是洗起來是超級沒有負擔的 對 然後這一款的話它一樣也是沒有添加什麼 你所謂的什麼什麼酬化劑啊 矽淋啊這些都沒有 什麼化學防腐劑都沒有 那所以這一款其實我是覺得它還 洗起來也是真的滿舒服 而且因為更新甜系列其實它就是相對成分 有更加的簡單跟天然 對 對 所以這一款呢其實是很推薦給那些 如果你不想要頭皮有太多的負擔 然後你想要比較輕鬆簡單 其實它是洗頭水 它真的是水喔 它真的是水 它真的是水喔 它有很多泡泡耶 對 但是它是很多泡泡 所以它在洗的時候一樣也是有很好的起泡率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哪一款的洗法啦 對於你的頭皮來講是最好